新闻来源 彭博社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推行的共同富裕运动下 中国的交易员被迫大幅减薪并遵守其他紧缩措施 如今他们成了国家最高反腐部门的打击目标 自8月以来 中国有关部门已拘留了至少三名来自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 这让整个行业都感到心悸 据彭博社今天报道称 中国在反腐行动中拘留投资银行家并没收护照 而中国正在对其8700名投资银行家大军施加更大压力 其中一名曾在海通证券公司负责交易的投行家 大约两周前逃离中国并在海外被捕 随后被遣返回国 这一事件被官方媒体广泛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海通证券和其他国有券商 最急要求起许多投资银行家上交护照 并就所有商务和个人旅行计划寻求批准 知情人士表示 这些要求是遵循中国监管机构的私下指导的 由于涉及内部事务 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知情人士称 一些员工被告知 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募股和其他融资活动 银行家随时可能被传唤接受问话 知情人士补充说 这些券商已经收紧了海外旅行的审批 并告知员工 如果想辞职也需要获得批准 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那些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同事一起出行 预先批准的行程以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 在中国 国有企业会扣留高管和共产党官员的护照 像海通证券和其他券商的情况一样 公司将这一要求扩展到低级别员工和初级职员的情况并不常见 投资银行家被拘留和监管调查 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规模达1.7万亿美元的经济行业和国内资本市场活动前景的质疑 在整体经济低迷之际 这些活动已经大幅放缓 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将高级职员的年薪上限设定为290万元人民币和40万美元 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境内银行家的工资最近被削减了25% 降幅高达基本工资的25% 北京精品投资银行乡送资本董事沈蒙说 所有这些打击和限制措施都会打击金融从业人员的士气 但他补充道 如果问题能够根除 那么该行业未来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沈蒙表示当局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整个金融业利润分配格局 本月初总部位于上海的海同证券 同意与规模更大的国有竞争对手 国泰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换股交易 以打造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券商 两家银行表示 合并后的公司将诞生一家一流的投资银行 并有助于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在华尔街公司试图在中国扩张之际 中国应该培育几家顶级投资银行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8月底海同证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副总经理蒋成军被捕 8月28日海同证券报告称 上半年利润下降75%至9.53亿元人民币 部分原因是投资银行交易和机构客户服务收入下降 知情人士表示海同可能会裁员 裁员重点是其投资银行业务 截至2023年底 该公司拥有1645名投资银行员工 约占其13600多名员工的12% 国财居安共有约15000名员工 自2021年 习近平主席将目光投向金融业腐败以来 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清理 该国规模达66万亿美元的金融业 广泛的调查已导致中国银行 券商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众多金融专业人士 被拘留和逮捕 对金融犯罪的最严厉惩罚 包括对一些机构前高管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界 去年明星银行家包凡的失踪 已经让投资银行家们感到不安 包凡曾帮助促成中国一些互联网巨头的合并 包凡一直在协助当局进行调查 他的被拘留削弱了华星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业务前景 华星资本是包凡于2005年创立的精品投资银行 自2022年底以来 该公司已失去约三分之一的员工 其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在本周早些时候恢复交易后暴跌 海童证券在9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除了海童证券前员工蒋先生外 中国当局最近还拘留了申万红圆集团 承销及保健部员副总经理王兆平 据当地媒体8月中旬报道 国员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王晨 正在协助一项未指明的调查 截至9月初 中国共有8700多名投资银行家 分布在147家券商 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资本市场活动 包括IPO和增发股票 官方数据显示 上半年 全国证券公司总收入为2033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同期下降9% 投资银行家被视为资本市场的首门人 自从中国去年从监管审批制 转向注册至IPO后 他们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上市的公司必须指定合格的银行 或承销商作为其上市的保健人 今年受经济低迷影响 新股上市数量大幅下降 数百家公司取消了IPO计划 今年基金 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 共筹资764亿元人民币 较2022年的峰值下降88% 中国最近对银行家的处罚越来越多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9月初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已对91名保健代表人处分 相比之下 2023年全年和上一年 分别有88人和86人 中文字幕提供